食物等于地球上每个生物的燃料 但是有些生物在没有任何加油的情况下 可以比我们人类活得更长或更短 那么给自己做个三明治 然后来看看是哪些生物吧 大食蚁兽 只能维持一到三天不吃东西 但每天得要吃掉大约三万只昆虫 尽管它叫食蚁兽 但它也喜欢吃白蚁 用它长长的舌头嘖嘖地措食它们 跳囊鼠这个小动物最高可以饿到四天 但一点水都不用喝 它从食物中截取一体 长颈鹿 不进食可以存活高达七天 长颈鹿的舌头很长 长刀可以用来清理自己的耳朵 大象 可以不吃东西长达七天 就像我们人类一样 大象有着复杂的情感 例如它们会感到幸福或悲伤 狼 最多可以饿十天 狼通常每天需要的食物不超过三公斤 但它们希望可以尽可能地吃饱 因此它们一次进食可以吞掉九公斤 狮子 能长达十二天不进食 雄狮是好吃懒做的猎手 它们让雌狮去做所有的工作 老虎 对于这种庞大的猫科动物来说 长达十四天不进食是很容易的 但是当它最终要开始进食时 它可以一次狼吞虎咽吃掉多达35公斤的食物 兔子 尽管这个毛茸茸的小动物每天只需要200公克的食物 但它能轻易地在不进食的情况下比老虎活得更久 大约是15天 每周突鹰可以在15天不进食的情况下狩猎 突鹰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 由于它们巨大的重量 它们需要借助强风才能在空中飞行 家猫 令人惊讶的是 如果有足够的水可以饮用 家猫可以饿个20天 就像人类一样 比起食物 家猫更需要水 马 就像猫一样 马可以连续饿个20天 但随后它们需要大量新鲜的草来饱餐一顿 确切来说大约是7-9公斤 阿米巴猿虫 尽管阿米巴猿虫的体型很微小 但它可以在不喂食的情况下存活长达三周 它的食物是细菌和其他的微型生物 墨西哥盾口园 这些怪异的生物 即使在21天不进食的情况下也觉得非常高兴 而且只要几条软虫 就可以让这种状态保持更长的时间 鲍蚊壁虎 它的冷血天性使得这种壁虎能一个月不进食 接着吞下几只大蟋蟀之后 就能继续结食了 科摩多巨蜥 这些蜥蜴很大 但也能挨饿一个月 尽管如此 它们通常一次就能吃掉跟自己体重一样多的东西 然后接着躺在阳光下消化这些食物 蟑螂 它们说蟑螂怎么样都能生存 这并不奇怪 它们能在不进食 甚至在没有头的情况下生存长达30天呢 当然 这完全取决于家犬体型的大小 但是一只大狗即使不进食也能存活长达38天 不过它得喝水就是了 斑点盾口圆 尽管比鲍蚊壁虎还小 但说到它能忍饥挨饿的能力更强 40天对这种蜥蜴来说只是开开玩笑罢了 骆驼 这种骄傲的动物经常被誉为沙漠之粥 它可以轻松应对长达40天的饥饿 它把水和食物以脂肪的形式 一次又一次地储存填满在它们的驼峰里面 蚯蚓 这些个爬行动物没有眼睛或骨头 但它们可以连续50天不吃东西 但是通常 它们每天需要吃到自己一半重量的食物 才能感到满足 人类 只要给足够的水 我们能不进食大概两个月左右 不 拜托 如果不去看看冰箱里有没有淋嘴 我连一个小时都活不下去呢 刺猬 这种卷曲的针球 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超过两个月 而且它不但吃水果 昆虫 甚至连小镊齿动物 都是刺猬饮食的主要食物 鲨鱼 它们的牙齿又尖又吓人 但它们只在必要的时候才会进食 能饿着肚子游来游去长达70天 而且它们吃的也不多 每天1.5到3公斤 通常就足以让它们吃饱了 希拉毒吸 如果你从来都没听过它 放轻松 我也一直都没听过 直到最近 这是另一种蜥蜴 可以不进食几乎三个月之久 而且每个月只需要吃掉自己体重的30% 熊 当进行冬眠时 这些动物可以倚靠自己的脂肪维持100天以上 但是接着它们会不断地寻找食物 每天要吃掉大约40公斤的浆果 鱼和肉 皇帝企鹅 雌性产卵并留下爸爸陪伴的这些蛋 同时在冰上旅行超过50英里 在这整个大约4个月的时间里 它们两个都完全不吃东西 蓝鲸 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 是的 它比暴龙和巨齿鲨还要更大 可以挨饿最长达到5个月之久 但它通常会吞噬掉大约3600公斤的鳞虾 欢 尽管体型很小 但欢却能像熊一样的冬眠 这样它就能在不进食的情况下存活将近半年 然后只需要十几只老鼠就能吃饱了 球蟒 就像蜥蜴一样 蛇是冷血的 这有助于它们更少进食 球蟒还有着特殊的进食习惯 它们会吞下一只大动物 然后接着消化一段时间 加拉巴哥象龟 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乌龟 有着非常缓慢的星辰代谢 这允许它们可以挨饿超过一年 它们可以生存超过100年 所以这一年对它们来说只是片刻罢了 蝎子 每周只吃几只大蟋蟀就能让蝎子吃得很开心了 如果不进食 好的 那它还能存活超过一年没问题 蜘蛛 慢慢地把猎物引诱到自己的网中 蜘蛛可以忍受一年的饥饿感 然后当食物准备好的时候就开始狼吞虎咽 鲑鱼 对于这么大的鱼来说 它食量实在少得惊人 每天只有60到85公克而已 如果有必要的话 它能轻松进食超过一年以上 青蛙 这些弹跳的两栖动物中的某些物种 可以应付一年半的空腹 好像没什么一样 虽然它们不喜欢挨饿 皮 对这个小动物来说 两年不吃任何食物是绝对可以的 它躺在那儿等待 直到动物靠近 然后跳到它身上 最后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鳄鱼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爬行动物 与恐龙共存 这可能要归贡于它们在不进食的情况下 可以存活多长的时间 最多长达三年 虎斑肺鱼 有废的鱼已经够奇怪的了 但是可以饿了超过四年以上的鱼 那就更奇怪了 想象一下 看着一条鱼冲上岸边晒日光浴吧 古斑皮肚 这些昆虫的幼虫 可以不进食就睡个五年以上 而成年小动物 最多却只能存活五到十天 动员 这些奇怪的生物 有时因为自己的粉色皮肤和细小的手 而被称为人类鱼 它们只生活在水下洞穴的深处 而且不吃东西一次就能超过十年 缓步动物们 缓步动物们能在地球上最极端的条件下生存 而且还能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开心的存活三十年 这种生存技能怎么样啊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